北漂族生活真的很難 像是很多年輕人的狀況 連外媒都在報導 那麼我們今天就特地找了 從彰化來台北打拼的新鮮人 亦凡 我們要問問亦凡說 請問你目前是租房子嗎 那麼租金一個月大概是多少錢 對於你的生活開支 大概占了多少 亦凡 目前是跟朋友合租 加上水電 就是房租水電管理費這些 大概落在8000左右 那因為如果 如果我自己現在是住得離公司 就是現在上班的地方比較遠 大概騎車少說要半個小時 但是如果說坐捷運的話 應該也要一個小時到一個半小時左右 但如果真的在公司那邊 租房子的話 房租是比現在的租金還要再貴 大概快一倍左右 光是我現在的房租 就其實佔了我薪水大概三分之一 那如果我住的現在比較遠一點點的話 就是我還是一樣是住在學校附近 那我選擇留在這裡的原因 就是因為可以比住在公司那附近 再更便宜一點點 那亦凡剛剛告訴我們說 他每個月大概租金就大概要8000塊了 而且是一種很省的方式 因為他就是剛剛講的超級通勤族 如果不是要自己騎機車日曬風吹雨淋 那麼轉捷運轉公車這些就要花一兩個小時才能到公司 所以已經這麼省了 還是有辦法存到錢嗎 一凡 以現在的話來說 其實比較難一點點 因為光是十住型而已 就基本的吃飯房租跟交通費來說 其實就大概占掉我薪水快七八成左右 那如果你說還要再存一點錢的話 就會比較難一點點 除非是就是你硬性說讓自己就是固定 你一個月一定要存多少錢 然後存下來之後再去節省自己的十一住行 才會有機會存到錢 不然其實比較難一點點 好 剛剛聽亦凡這樣講起來 光是這一般生活開銷 除了房租也要吃喝 還有交通油費什麼的都要 這樣其實就已經佔了薪水七八成以上了 而且對於年輕人來說 社交也是相當重要的 總不可能每天關在家裡頭吧 那麼面對這樣的狀況 薪資的成長好像又很慢 因為剛剛有就新加坡媒體報導說 這十年來我們一樣的薪水 賠買一千多杯的珍奶到現在只能買八百多杯 少了兩百多杯 那麼看到這樣的數字 會讓你對未來的期待有些打折嗎 就會比較擔心一點點 因為如果自己原本在彰化的話 其實他的物價水準比台北 就比較低一點點 那如果又住家裡的話 其實能夠存到的錢就會比現在多 那現在因為台北 其實以我現在的工作性質來說 其實台北的工作機會比較多 所以我基本上一樣會是留在台北 那就會 我雖然沒有辦法期待說自己的薪水 說可以讓自己可能一年內就 就存到第一桶金 或是說可以存到多少錢 那我就是至少會希望就是 我的薪水跟我的生活品質 是可以達到一個水平的 就是至少還是可以去 不會影響到我基本日常生活 或是說至少可以存到一點點小錢 那如果之後有什麼可能想要出去旅遊 或是想要出去玩 可能就會比較輕鬆一點點 好的我們謝謝亦凡 其實像亦凡這樣的年輕人 在台灣已經是一個普遍的狀況了 但是他們總不可能永遠都關在家裡頭 不出門 其實這個願望很卑微 只是希望他們的薪資成長 能夠跟上這個物價 那麼也希望他們對未來 有更多的期待 我們謝謝亦凡